0056元大高股息 好多国人拥有这一党标的 定期定额买它或拿来当存股 结果网友就拿出他的炫耀文 是这么说的来请看 他说他买0056元大高股息 买了22张的ETF更林报告 然后参与他的除息 没有被扣到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也开心的不得了 还拿出来炫耀 到底他是怎么算的来 我们再给您看 0056一股配1块6 股息资历率我们今天帮您算了 5.4% 所以好多人喜欢他 因为股息资历率很高 因为一股配1块6 一张就配1600 庆隆请上来 这位网友很简单 一张领席1600 我有22张 那么他领到的息就是 三万五千两百块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不就是单一的标的 领到的息超过了两万块 要被扣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吗 哈哈政府露掉我 觉得我是个善良老百姓 所以就没扣到 开心啊 所以呢 到底他的开心 有没有道理 其实没有道理 其实他不了解 科这个二代健保的细节 听仔细了 好多国人买了ETF 领到了息都不知道 他的Mega在哪 来请说 对那一般来讲 这张图其实是 就是元大高股息 0056的收益分配书 这分配书就是 你只要是他的收益人 你就会收到 那这个收益分配书中 其实他 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就持有单数 持有的股数 就是1000股嘛 然后刚才有提到说 他每股配发 大概1.6元 对 那这个1.6元 这个股利啊 其实他是有不同的来源哦 不是纯粹都是股息哦 不是纯粹都是股息 主要有三个部分 真的哦 第一个部分啊 叫做国内财产交易所得 简单来讲就是赚价差 所创造出来的收益性 然后第二个 这个所谓的所得类别 叫做股利所得 这个股利所得 其实就是0056 他的经营人 去买了这些公司的股票之后 他领到的股息 这个就被归为所谓的 股利所得 那第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0056基因经营人 去买了股票之后 他买低卖高 赚了价差 这个也是他们的收益的部分 您懂意思吗 我们买了0056 那因为他是追踪指数的 0056里面有30档 高股息的标的 投信发行商要去追买 要去买那30档的标的 如果买20块 这档标的买20块 卖在30块 赚到的部分呢 就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拥有0056 那因为发行商这道钱 也会分给我们 对 那这赚价差的部分 736块提醒您 因为他是配1块6 就是配了1600块 在这个地方 对 配了1600块 但是1600块 把它细拆 刚进融说 有三部分 一部分就是 这不要轻 736块的赚到的价差 B就是股力所得 这才是存的股息 对 那在国内的一个税法的规定 或者是二代健保 补充保费的科税的标准 我们国内的这种财产交易所得 是不科税的 也所以不会有二代健保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就有这个样的 只有针对股力所得的部分 其实会有所谓的税务的问题 也会有二代健保 被科增的一些问题 那还有第三个 其实就是所谓的资本攻击 这个是我们看到 这个收益分配表中 特别点出来的 他们这个部分 也有他们的收益性 那为什么会有资本攻击 什么叫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其实就是 当头戏他们在发行新股的时候 发行我发行的股数跟市价 有出现所谓的溢价 那多出来的部分 其实就会被列为 所谓的资本攻击 那这个部分依法规 可以用来发放现金股力 那请问 比如说市场上很爱 我假设了 市场上很喜欢在市价 次级市场追买0056 那净值是在这 市价是在这 形成了比较大的溢价 所以如果有溢价幅度 就放在资本攻击 对 比如说现在目前的 净值是10块钱 那我发行的股数 可能是发行的新股 我最后成交在11块 那多出来这1块钱 就是所谓的溢价 那这溢价的部分就发 它归类到所谓的资本攻击 所以您懂了吗 不要轻哦 现在领到 如果是你有一张 0056 你领到的席 1600块 这个1600块 原来是拆为ABC三部分 真正的股息是832块 所以刚刚那一位网友开心的不得了 其实你是误会一场 真正你领到的席要被课二代健保股 保费 为什么你没被课呢 因为他是832元乘上帮我算 乘上因为他22张 所以832元乘上22张 你领到的席18304 你实际上在健保局认定当中才领到的席 只有18304块 所以小于2万块才不用被课二代健保保费 有没有懂 没错吧 对 离要课的门槛还有一段路 我告诉你多买一张你就中了啦 是不是 这大概多买几张 没有 要多买几张 我待会下一张图是帮他整理 因为其实0056 国内的受益人非常的多 到目前为止有36万人 是国内最大的ETF 那这个到底要买多少张 才会被课到二代健保 我帮大家统计 因为他不同的年份 其实他来自的这个所得是不太一样的 但整理来讲其实就是这三部分 一个就是价差的 另外一个是股利的所得 另外一个就是资本公积 那这就是比重 大概比重 像2020年46%是来自于价差的 然后52%是来自于股利所得 然后2%是来自于资本公积 但是到2018年的时候 价差就可以来到51% 2019年 那2018年是69% 全部都是来自于赚价差的 所以这三大部分 每一年是有所改变的 会有所改变 它不是固定的 当然因为经营经营人 他会按照他所追踪的标的去做 那个所谓买丁买高的决定 所以当然他最后能够创造出来 就会不太一样 那依照其实我们看 其实按照这个二代健保的一个科增 2万块当做门槛的话 如果你在2018年 大概你要持股到53,255股 大概53张 你才会被科增到二代健保的股中 53张才会 因为那时候配息才1块45 1块45 而且百分之 它来自于股利所得是占25%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张数是只有拿这个来算 对 拿这个来算 那因为它这个股利所得你领到之后 69%全部都是经营人价差所赚造出来的 这不算股息刚刚欣荣交过了 对不算 这只有这个才算 所以就1.45中的0.25% 就是大概25.9% 才能算是你的股利 所以这样算起来就要你要持有到53张 53张非常多 因为其实国内持有0056 在50张以内的人数一共是35万人 然后全部是36万人 所以换言之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不需要被科增的 那我问你要在今年来算一下 今年到2020年的话 就是要持有到24张 您的24张就是这边 刚刚的832块对不对 832块 来我用个白板算给您看就好 你就知道他这24张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单比要超过2万 所以各时百千万除以 这个他刚刚832 因为一张是832块 所以帮我算一下 2万以上才要被科 这个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这个是一张你领到的息是832块 所以除下来就是24张 这样懂意思吗 但是我问您 现在麻烦了 因为我买了0056 我并没有在除息前就拿到了那一张他给我的表格 所以我怎么有办法去抓到832这个数字呢 我还是会用1600来算 不是这样吗 对 我这部分我有打电话去问 其实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 他们今年会有多少的比例是来自于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看我们那张的图表 大概过去这三年来 大概就是持有23张24张 最多可以到53张 所以如果你历年来看的话 就是你持股不能超过到23张以上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这个真的只是小确幸 小确幸有多少 我们刚才拿我们来秀一下白板好了 刚才不是说那个二代健保补充保是2万 就是你超过股力2万吗 对对对 那超过2万块之后要被磕多少 磕1.91% 那换穿出来是多少钱 换穿出来就是382块 1.91%是什么 就是二代健保要磕的钱 补充保费 补充保费嘛 所以你领到这些钱之后 其实你要缴纳国库的就是382块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省下来的钱 但是这个其实是小确幸 我觉得投资商品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看重的是 它这个商品未来的成长性 那当然有些地方可以节省成本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 好回到庆荣的第二章 我要个答案就好 因为刚刚庆荣也说 任何一家你买了ETF 发行商并不会在配息之前 就告诉你扎实的股息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想说多买一点嘛 我就是要买存股 现在掉下来 所以我想买很多张 很多张又不用备客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可以在2万块以下 但因为没有办法提前先知道这个的情况 因此我就用一般的2万去除以这个2万除以1600 1800然后1450块这样处抓个概数只能这样吧 对但是因为它还有比它来自于股利所的是 有不同年份有来自于不同的比重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致上你就是抓大概是23张 就照以往的经验 以往的经验 其实就是大概就是弄到那个数字 所以就像那个网友一样 你买22张23张 了不得大概买20张 就绝对不会被磕到 对 好 庆荣非常谢谢您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开始整理三位专家的重点 台股基金店回档之所以有支撑 那是联电呈现了大涨 我当然就麻烦魏梁了 将对联电跟台积电ADR帮大家算一算 算出来了溢价幅度台积电还颇大的 但魏梁说的好 就算联电的溢价慢慢的缩减了 他们现在进行套利的动作 还是买联电没有再买台积电 台积电反而是做调节 因此说到了外资动作 它有所转变您得要盯着看 最近的外资是卖掉三大特色股转进 明年展望好股价在低档 包括了筹码干净的这些标的 分享看看了 再次讲到了集团 当您跟上了集团作账的这般的列车 不好意思哦 不是党党都有的 如果耳后的某一天 你买了集团作账股 发现到量不见了 法人有买者卖了 还有一些热门题材 反而力度不涨了 您就要卖掉哦 但历年来 比较会有集团作账的集团 方向股 感谢微良都帮大家列出来 台股的下一步呢 提醒您 就算有擦鞋铜的警示 还没有到危急 所以呢 三点盯着看 量不要超过了3000亿 电子资金比重金就超过了八成 那就不优了 过热了 而外资期货多单呢 如果老是少于三万口 倒都是不理想 接下来 I12 感谢惠子姐讲得真清楚 因为我们只是组装 我们只是代工 到最后还是交给 Apple大客户 所以这些零组件的 金额贡献度 是在美国的身上 并不意味着 我们没算钱 但占比排行榜 赚到最多钱的 还是在南韩厂商 华养科 华养科不紧张 因为华养科的部分 只因为染疫 在暂时停工 明年第二季 这段的时间 刚会质姐有说 被动元件的涨价趋势 还涨的方向 还是不做改变的 在乎的是在明年 明年六家投信 看好的那些 来秀一下我们的影言 这么多的产业别 多数会自己 都是肯定的 所以要抓出 比较精华的 跟您再一下 分享他的第二张 那你现在分享看看 操作 刚刚都扫描过 最重要的是 在刚庆龙说 买了0056 22张竟然还不用 被科额的健保补充保费 不是政府漏掉了 也不是您简单了 是大家没弄懂 原来能领到了席 包括了ABC三大部分 因此第二张 以后就自己算一算 这个的席 用2万块去除 可是如果这个资料 没有办法提早拿到的话 庆龙说 那也没关系 如果0056 你有兴趣的话 大概23张 或者是24张 22张 这些以内 是不会被克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的 以上结论 跟您再一下分享 进广告 回到这样之后 时间交给玉衡 台股怎么办 MACD背离之下 被昨天居民给说中了 大盘果然往下做修正 但I care的是在这儿 台积电期货 突然间的闪崩 这不是偶然吗 这些人只动嘛